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出现了戏剧性的重大变化 一开盘的时候科技类股就出现了大跌的状况 主要是因为半导体的类股 拖累了NASDAQ的综合指数大幅下挫 那个时候道琼指数跟S&P指数标普指数 基本上还并没有跌幅很高 到最后一个小时卖盘重新涌现 整个周五美股的成交 创下了年内今年里头第三高位 也就是非常多的获利了结 出现在道琼跟S&P 而在NASDAQ股市的部分 则是在周五的时候大跌了102.10点 跌幅高达2.33% 那么就是我刚开始所说的 主要是因为半导体类股 拖累了NASDAQ的综合指数大幅下挫 而一整周来看一下道琼指数 出现的都是很明显的获利了结的状况 在道琼指数跌幅是465.60点 跌幅2.74% S&P跌幅1.4% 3.14% NASDA指数跌幅最高 跌幅4.45% 而一整周我们来看整个趋势图 道琼指数上上下下 人们称之为这是一个疯狂的一周 整体而言就是一会儿 因为公布了欧洲的数据 跟中国的数据 于是出现了大跌 接着又因为觉得 美国的经济情况可能会不错 那么因此又上升 最终呢 在礼拜五又很戏剧性的开始下跌 总继一整周 看道琼指数的趋势 就可以看得出来 投资人其实相当的恐慌 美国的股市是不是涨太多 所以相当多的人 每次一涨就开始获利了结 再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也是出现获利了结的状况 在上周 美国正式公布失业数字 正式跌破6%之后 那么大家都认为美元会独强 美元独强的确是结束了好几个 总共12周上涨之后 在本周也出现了获利了结 周五的状况是跌了一点点 最终的欧元对美元在本周 还上涨了0.92% 但这个不会是长期的趋势 因为这只是一个获利了结的状况 因为美元已经连续上涨了12个礼拜 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 也是引发本周全球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 就是德国的工业数据大幅的跌幅非常的大 那么德国的股市在本周中挫了4.42% 而香港恒生指数从周一到周四的情况是上涨了2.04% 那么在周四之前港府停止对话之前 整个香港股市基本上是以庆贺的 也就是战中以来几乎是出现反弹 但是到了拜五的时候 又因为停止对话又跌幅了 又跌了1.9%左右 最后来看一下上涨指数 上涨指数在本周也是出现一个获利了结的情况 那么上涨指数周五跌了14.83% 本周还是涨了0.45% 但整体而言的上涨指数一直到本周五之前 等于是连巴涨也涨了非常久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富港通即将再急 但是大家对于现在股市的投资 都开始处于一种走钢索 相当害怕 就怕你买到了最高点 所以一旦有一定程度的获利 都出现国际股市获利了结 甚至会是也是如此 当然回到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感谢观看